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头儿子 这都是你这些天的心情照料的结果 今天就要去幼儿园向大家展示了 我一定能得第一名 大头儿子 该去幼儿园了 大头儿子 等一下 这样就更好看了 回去妈妈 小豆爸爸 再见 再见 我的豆芽真好看 走路的时候要专心 知道了 蛋宝 小蝴蝶 你好 你也喜欢我的豆芽吗 好 小蝴蝶 你去哪儿 还是先把豆芽放在这儿吧 小蝴蝶 等等我呀 大头儿子 不可以乱跑 小蝴蝶 再见 大头儿子 我们要赶快去幼儿园 不然要迟到了 好的 我去拿豆芽 我的豆芽呢 蛋宝 快帮我找一下豆芽 我刚才到底把豆芽放哪里了呢 豆芽在这里 蛋宝 你找到豆芽了 哎呀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被我弄丢了呢 大头儿子 这盆豆芽 快走吧 蛋宝 我们要迟到了 蛋宝 我进去了 大头儿子 那盆豆芽不是你的 豆芽 你的豆芽怎么一半有 一半没有呀 因为豆芽看着太好吃了 我就割了一半 让妈妈给我做了炒豆芽吃 壮壮 你的豆芽怎么个子这么矮 我差点忘了这个任务了 前两天才开始泡水催芽 时间不够 大头儿 这是你培养的豆芽 当然啦 哇 你的豆芽真好看 是啊 大头的豆芽长得又高又壮 星星 早上围居妈妈 明明贴的是红色的小花呀 大头 你在说什么呀 这不是我的豆芽 那你的豆芽在哪里哦 我也不知道 老师 虽然我的豆芽被我自己弄丢了 但是这盆豆芽肯定也是别的小朋友丢的 所以我还是把它交给您吧 老师明白了 你也别太难过 哦 毕竟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培育豆芽 还有 以后记得上学路上千万不能贪玩哦 我的豆芽到底去哪里了呢 哦 大头儿 你怎么哭了 大家都带了豆芽 我的却没有了 我的豆芽不见了 都怪我路上探完 搞丢了豆芽 虽然我又捡了一盆豆芽 可不是我的 我的豆芽盆上是金色星星 小明 别难过了 等下老师陪你再去找找 好不好 哦 大猫老师 这盆豆芽是我的 盆上的红色小花是围巨妈妈贴的 哦 是我的豆芽盆 热芽老师 我的豆芽盆上是金色星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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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今天的豆芽展示中 大头和小明的豆芽培养得最好 获得并列第一名 哈哈哈哈 小乌龟的新家 小乌龟爸爸 每次家里大扫除后 倒掉垃圾的时候 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是啊 感觉家里坏人一心了 注意 探测到生命反应 注意 探测到生命反应 啊 该不会是小野猫掉进去爬不出来了吧 大猫 快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收到指令 啊 啊 居然是小乌龟 是谁扔的 也太过分了 是啊 就算不继续当宠物养了 也不应该就这么扔到垃圾桶里啊 小头爸爸 我们帮小乌龟找个新家吧 好 小区喷泉那儿就不错 嗯 小乌龟 这是你的新家了 要和邻居大鲤鱼们好好相处啊 这是怎么回事 鲤鱼不太欢迎小乌龟 啊 这样啊 那我们还是带小乌龟去别的地方吧 呃 大猫儿子 你觉得教育公园怎么样 那里的河水清澈 没准小乌龟还能找到新伙伴 太好了 我们快过去吧 咦 那不是帅哥哥吗 他在河边干什么呀 帅哥哥怎么能随便抓小乌龟啊 我要去问个清楚 大猫儿子 别着急 等等我 帅哥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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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猫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啊 啊 帅哥哥 帅哥哥 为什么你要把小乌龟抓起来 大头 这可不是一般的乌龟 是巴西红耳龟 很多人买回去当宠物观赏 却没有耐心影 就会把它们放生到自然环境中 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 巴西红耳龟的生存防掩能力非常强 又是外来物种 因此 这些小家伙 会抢占大量的生存资源 造成很多原本住在这里的生物 无法生存下去 破坏生态平衡 今天 我又看到有人放生了巴西红耳龟 所以赶紧把它们捞起来 想带回宠物店里饲养 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帅哥哥 是我们错怪你了 那这只小乌龟呢 可以放生吗 不可以 这也是巴西红耳龟 啊 小帅 多亏你在 不然我们要好心办坏事了 小头爸爸 我们一起帮助帅哥哥抓巴西红 可以吗 没问题 蛋宝 你也一起 好的好的 那谢谢你们了 我这里有小鱼网和鱼网蛋 你们可以拿去用 他的洞子怎么这么敏捷 好难抓呀 大头儿子 小动物们的感官是很灵敏的 就算没有看到你也可以感觉到你在靠近 你看我的啊 小头爸爸加油 快网住他 唉呀 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總算抓住你了 帅哥哥好棒呀 大头儿子 我们继续吧 嗯 蛋堡 你在干什么呢 大头儿子 你看 蛋堡 我们是要抓巴西龟 不是小虾米 大头儿子 我知道蛋堡要怎么样抓巴西龟了 大头儿子 巴西龟喜欢吃小虾米 蛋堡先捕捉一些小虾米 要用食物引诱它们聚集起来再抓捕 蛋堡 你真聪明啊 哈哈 终于把巴西龟都抓回来了 是啊 这下可以安心了 真是辛苦你了 小帅 要照顾这么多小动物 不辛苦 帅哥哥 我们捡到的小乌龟 你也能带回宠物店照顾它吗 当然可以了 太棒了 终于帮小乌龟找到新家了 欢迎你们随时来宠物店玩 太好了 哈哈 太好了